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3年3月18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中共中央國務院 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 明確 國務院港澳辦 在基礎上組建做中央港澳辦公室 所以 港澳辦就不屬於國務院了 直接由中共中央指揮 這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 保留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牌 這次改動 將港澳辦調到黨中央之下 要提出多項的職責 跟國務院港澳辦的職責有很大分別 除了反映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重視之外 更加反映 香港 跟中國共同建設強國目標 其實這個是表面上的藉口 為甚麼 國務院 或是黨中央要直接管國務院 其實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2019年發生的事 2019年香港爆發時代革命 使得中共 直接插手 之後更加換了一個退休的夏寶龍 做港澳辦主任 而香港的中聯辦也派了一個 退休的駱惠寧 來香港做中聯辦主任 這個意思就是他覺得你們香港這班官 其實 是一班垃圾 甚麼都要中央去管 既然你們不會管 就由我來管 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在這個武漢肺炎 全世界大流行 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這三個親自 亦都可以體現香港的政策 是會由他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為甚麼呢 我想跟大家說說 我的理據 這次兩會 我們看到李家超上去開會了 以往作為 一個 政務司 上一屆政務司 當然沒有資格去開會了 當然 再之前的那些小官 保安局那些 芝麻綠豆官 更加沒有資格 最多可以上去陪笑 但是這次他上了開會 我們看到習近平特意走到李家超 指一指他 原因是告訴你 習近平這個人 他不是喜歡有才能的人 而是喜歡太監 他一看到太監 他心情就十分之興奮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身邊的那些太監奴才才懂得欣賞他 就像古代的皇帝那樣 例如 土木堡之變的明英中 特別崇尚這個橫觀王鎮 所以他把所有東西 都覺得 這些禁廳話都成功了 既然你們是廢物 這些是廢物 我自己只能夠 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所以 現在看來 以後中央所有政策 會直接下單 給港澳辦 即是港澳辦 即是中央政策 直接指揮香港 不用再經歷其他的事情 而夏寶龍 是他信得過的人 當然也是一個太監 這種太監 管理香港的太監 以後就直接一個指揮 就是 不用隔過其他人手 習近平直接指揮夏寶龍 夏寶龍直接指揮李家超 這樣就是了 一個指令 下來了 這些指令將來會發生甚麼事 當然是以習近平 的理解 是為了這個決定的因素 習近平認為香港要做些甚麼 會指示夏寶龍 我們看看 接下來 國務院會有甚麼呢 主要有八項方針 主要 我們要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以及中央對港澳政策規定 執行香港澳門基本法 這些全部都是以往的做法 他說要了解香港澳門的有關情況 提出政策建議 負責香港澳門特區政府的有關工作聯絡 承辦國務院交辦給香港澳門的法律事宜 就基本法實施涉及的法律 提出意見 負責指導和管理內地和香港澳門 因公往來有關的事務 協同有關部門 和地方推動 和香港澳門經濟科技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 參與 疑定對駐港澳門 中資機構和有關管理的政策 參與內地企業和中資機構在香港澳門的有關協調工作 對中央駐港澳門機構提出有關建議 以及協助 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時項 這個是以往的 他們的做法和國務院有關 接下來 由習近平親自指揮 就會出現了甚麼情況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根據習近平對香港的了解 他認為香港是 幫中國 一個窗口 所以 中國不方便做的事 以後就會交給香港 例如 在全世界 首購晶片 尤其是 中共被制裁了 那就用香港的名義去買 最終 會使得香港 賣不到晶片 因為香港 很快美國會提出一個法案 就是你香港等同中國內地 所以 制裁中國一定要制裁香港 在晶片方面 是一定會這樣做 第二就是加強香港 為俄羅斯提供 金融上 經濟上 甚至乎是晶片方面的便利 香港沒有辦法 輸出武器 當然 可能有些 踩界東西也有機會 透過香港轉口 把武器運到 俄羅斯 也不奇怪 以往曾經試過的軍備物資 坦克在香港交收 以後 估計香港就會加強成為支援俄羅斯的其中一個前哨 這方面 亦有很大機會找來美國的制裁 甚至乎將香港釘在制裁的名單第一位 因為 我曾經跟大家分析過很多次 為甚麼蘇聯倒台 而中國沒有倒台 因為蘇聯很多專家都認為 事後的蘇聯專家 俄羅斯專家 因為蘇聯沒有香港一個窗口吐氣 全部都死了 結果蘇聯就這麼快崩潰 而中國因為有了香港的窗口 這個情況 就好像那些人表演那些 全身塗了金七金粉那些人 其實他們也有個 秘訣 因為 原來他們全身塗滿了之後 腳底會留一點點位置 除了腳趾公 在底下看下去的時候 你不覺得 底下是沒有的 原因是甚麼 留回來透氣 他全身的皮膚就是靠那裡透氣 如果你連腳底的位置都油滿的話 這個人就會窒息而死 因為不是你的身體呼吸 不是你的鼻子被人壓住 而是你全身的 細胞 皮膚的細胞都呼吸不了 全部油了就塞了 塞了之後 呼吸不了 你就算 鼻子能夠透氣 也沒有用 最終他也會窒息而死 俄羅斯或蘇聯就是這樣的情況 根本沒有一個出口位 沒有一個窗口 而中國 當時就是因為有香港這個位置 沒有封住 被 很多地方 例如 港資 錢 什麼也好 透過香港 傳回大陸 所以也因為 為甚麼廣東省是全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呢 一個廣東省的GP就等於一個俄羅斯 就有香港 所以 美國佬 其實現在也知道 我們看到美國的 兩會 參眾兩院 他們已經提出 接下來會加強制裁香港 這個就是香港那種重要 當然習近平 他的想法 他就不是想這件事 他是想著怎樣利用香港的優勢 去支援俄羅斯 去做一些 全世界都認為 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包括加強對台灣的 這個 滲透 或者打擊 香港已經變了 百分百的 習近平是用來攻台的旗子 以及支援俄羅斯的前哨基地 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就很糟糕了 最終當然他覺得這班人很無能 但是 他很看起李家超 原因 就是李家超很聽話 你叫他做甚麼 他都可以 即時會做 毫不猶疑地做 所以 他很看重李家超 因為 只有昏君和太監 他那種角色 才是像唐痴斗 一看到你就開心了 大家如果有看過那些電視劇 大佬劇也有 那個 明英宗 為甚麼那麼喜歡黃珍呢 他覺得聽話到 他當他親人一樣 沒有人比他更加 更加了解他 沒有人比他更加關心他 對他 是親如手足 所以習近平這種人 尤其是這種分軍 最喜歡的就是太監奴才 當然 暴君也一樣 分軍和暴君其實是一線之差 他們 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也是很 重信奴才 太監 越是 暴虐的人對太監 越是友善 而且越是體重 秦始皇有趙高 所以 我們就這樣看到 以後香港 其實也挺難有雲行 而且 習近平不僅加速消滅中共 還會加速毀滅香港 我覺得在這兩年來 會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變化 可能聯繫匯率就在這一兩年來 會被美國 消除 從而 打擊香港的所有經濟活動 我們其實警告過大家很多次了 大家應該在 美國佬還沒動手之前 就加快撤退 如果美國佬還沒動手 其實你走不了 我是說你的身家 當然 如果你覺得 沒甚麼所謂的 要退出去 不要緊 你就可以無視我們的警告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